70年的轮回不仅驱散了王平体内的怨气 也让王林对天道有了更深的领悟 修为也触摸到第二步边缘 但更深的危机也即将来临 首当其中的就是雷仙殿使者身份一世 大战结束后 雷道子逃到星空之中 王林追击而去 雷仙殿那只雷兽也紧随其后 虚空中王林一头黑发随风飘动 双目无喜无悲 好似看破了世间的一切 这一世 轮回的不仅是王平 同样还有王林自身 只需要有足够的仙玉 王林就有把握使自己真正成为问鼎后期强者 阴阳虚实境界 其中应需修饰战之可胜 但却极为艰难 而且每一战都要耗费天地原力 眼下原力已经到了底线 不能再消耗半点 至于阳实修饰却根本无法匹敌 眼下最重要的便是获得足够的仙玉 同时要想办法增加天地原力 王林目光一闪 露出果断之色 一拍储物带 星罗盘漠然飞出 盘膝坐在旗上 向着星空深处及时而去 少请耳边传来阵阵砰砰之声 但见远处雷盗子极为狼狈 双手蕴含雷光 与鲜味傀儡思斗之际节节后腿 身边更有解开了第三道封印的雷兽 强大的雷光使雷盗子匆匆闪躲 面色透出一丝绝望 发现亡灵后 雷盗子眼中绝望之色更浓 他此刻体内原力已经使用了绝大部分 若在施展天地原力 定然会修为跌落 此生再无可能达到阳实之境 亡灵目光寒冷 这个雷盗子必须要杀 此人身为雷仙殿使者 一旦被气逃走 怕是日后麻烦不断 随即一拍储物带 七把宝剑一一飞出组成七星剑阵 带着呼啸之音直奔而去 雷盗子阴沉着脸 一路上被一兽意傀儡围攻 根本就无法敞开速度逃遁 此刻七星剑阵呼啸而来 见起寒光透体 雷盗子立刻拿出一枚雷光玉剪 捏碎之后形成一道雷之墓 七星剑阵刺在其上 立刻发出蓬蓬声响 趁此机会 雷盗子急声说道 徐道友 此事在下鲁莽 何必赶尽杀绝 况且我是雷仙殿之人 道友若是杀了我 在这罗天心域将会寸步难行 亡民冷声道 不杀你 在下也会寸步难行 说着 一拍储物带尊魂番立刻飞出 一斗之下 尊魂番上的魂魄全部飞出 其中不犯应变魂魄 甚至连问鼎魄魄都有一些 尤其第四魂回归之后 虽说寻常魂魄数量没有达到十亿 但尊魂番的威力 却比之当年在朱雀星更为强大 只见无数魂魄散开 把四周全部包围 随后其内一个个大神通魂魄 彼此相互融合 刹奈间形成三个终极主魂 主魂其一 是一头全身散发黑气的巨大麒麟 带着浓郁的胸艳 主魂其二 是一个全身黑气缭绕的三丈巨人 散发着强大的震撼灵魂的气息 主魂其三 是一根黑色细针 即便以神石去看 也很难发现其存在 它的本体正是最为神秘的第四魂 亡灵一声低吓 三大终极主魂立刻冲了上去 与先为傀儡 解开第三道封印的雷兽 七星剑阵一同 对那雷之墓 展开轰隆隆的进攻 雷道子瞳孔收缩 绝望之色更浓 一个傀儡一个雷兽就有些难以对抗 此刻又出现了三个强大的魂体 只要这雷目一岁 只需要树西自己就会身亡 雷道子双目通红 死死地盯着亡灵道 许牧 你莫要逼我 雷先殿使者 每个人都拥有一事保命神通 老夫大不了牺牲受缘 亡灵目光平静 缓缓说道 是你在逼我 而并非我在逼你 雷道子苦涩道 你我没有化解不开的深仇大恨 要如何才肯放我 亡灵盯着雷目内的雷道子 沉硬片刻 说道 任我为主 让我在你身上留下烙印 此时 外面的雷目在剧烈轰击下 眼看就要崩溃 雷道子一咬牙 抬头说道 好 老夫同意 实际上雷道子内心闪过狠毒之色 暗道 此人修为不如我 即便是把老夫烙印为奴 也不可能时间太长 而且只需一段时日 待老夫原力再恢复一些 必定逃走 禀告雷先殿杀 此人泄愤 犹豫了一下 雷道子目光一闪 右手在身前一挥 将雷目消散 亡灵盯着雷道子 眼中升起奇异之芒 右手一点进翻飞出 形成一个禁制组合 直奔雷道子而去 雷道子没有闪躲 任由禁制融入眉心 直奔元神而去 再碰到元神的刹那 禁制组合立刻融化 形成一张禁制之网 把元神包裹 雷道子内视一番 暗道 这禁制有些奇怪 不过任何禁制 都经不起天地原力的冲击 待老夫原力恢复一些后 便可直接冲碎 然而 王灵却淡淡说道 这只是禁制的第一步 还有第二步 说完 便踏着星罗盘直奔远处 雷道子只能跟上 雷仙殿雷兽看到这一幕 犹豫了一下 转身就要逃走 王灵的冷亨 从蓄屋之中传出 雷兽身子一颤 不敢再逃跟了上去 很快 王灵来到一个灰色星球 在地面沟壑 开辟了一座崭新的洞府 雷道子被逼无奈 同样跟了进来 王灵见此沉声道 印下第二道禁制后 我便不会赶尽杀绝 雷道子看了看身体四周的傀儡等物 点了点头 王灵盘膝坐下 一道道禁制从双手飞出 迅速落入雷道子体内 与此同时 王灵开口道 在我腋下禁制之时 你不能心中反抗 否则的话 羞怪在下不守承诺 雷道子没有说话 内心冷笑道 老夫倒要看看 你这封印能有什么手段 待老夫原力恢复后 无论任何封印 都可轻而易举地破掉 王灵嘴角露出一丝阴沉 只有把对方炼成纤维 才会完全放心 雷道子完全符合 炼制鲜味的要求 况且外面还有一头雷兽 相互融合之下 成功率将会提高不少 况且即便失败 也没有任何损失 雷道子内心冷哼 任由元神之气融入体内 就在此时 王灵取出鲲脊鞭 向前狠狠一抽 雷道子身子矩震 元神被生生抽出体外 他当要出手反抗 鲜味傀儡就上前一步 雷兽更是低声咆哮 三个终极主魂 同样发出呼啸之声 回荡洞府 与此同时 七星剑阵剑气纵横 从半空斩下 生生阻止了雷道子元神 试图回到体内的步伐 王灵之前应下的禁止 也在这一刻全面爆发 形成一片电网 死死困住雷道子元神 雷道子立声道 许墨 你不守承诺 王灵目光平静 平淡说道 在下没有不守承诺 只是这第二步的禁止 若是你不信甘情愿 就不会成功 为了防止意外 自然要把你的元神请出 说着 就把雷道子元神抓在身前 再次喷出一口元神之气 弥漫雷道子肉身 时间慢慢过去 元神之气不断喷出 化作电光融入雷道子肉身之内 雷道子的元神 几乎目不转睛 眼中震撼越来越浓 默然明雾 许墨是要把自己练成傀儡 随即目光落在一旁的鲜味傀儡身上 顿时感觉全身冰寒 按道 莫非这傀儡 就是被此人这么练出的不成 此人到底什么来头 怎么可能会如此恶毒的祭练之法 王灵睁开双目 望着干尸眼中露出奇异之盲 雷道子的元神立刻急声吼道 许墨 你到底要干什么 老夫只是答应你为奴 但却没答应成为你的傀儡 这几日 他已经吼了多次 但王灵却根本不理会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肉身被炼化 听到喊声 王灵眉头一皱 两到零天后见其立即呼啸而出 整个洞府立刻被见其弥漫 雷道子内心一颤 眼中骇然更浓 不敢再说 雷道子元神闭嘴之后 王灵右手抬起指向上方 一条道化黄泉横扑而现 接着 一道道蕴含了金属气息的矿石 从地面轰然冲出 被吸入黄泉之内 最终形成三个拳头大小的金色叶球 落入洞府之中 王灵抓住金色叶球 按在雷道子肉身眉心 当三个金属叶球全部融入肉身之后 肉身铜光渐渐消散 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片银芒 王灵眼中露出欣慰 目光落在雷道子元神之上 淡淡说道 做我傀儡三千年 我给你自由如何 你即便还有宝命神通 也快不过我的剑气 雷道子看着两道剑气 又苦涩地看了一眼 那至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的傀儡 按道这傀儡的肉身很是坚硬 连法宝都可以硬抗 应该不会战死吧 与此同时 距离此地遥远的云霞星 浓雾突然从内向外剧烈翻滚 只见一个全身干兽 衣着破损不堪身影 带着浓浓恐惧迅速冲出 前方还有一个巨大的点 眼看此人就要冲出雾气 干兽的脸上甚至已经露出狂喜 这是七十多年来他第八次逃走 但就在这一刹那 一道长长的触手从云霞星内闪电而出 直接卷住那干兽之人的身子 狠狠拽了下来 此人正是贪狼 被触手抓住后 望着眼前流动的浓雾 目中升起绝望 怒骂到老夫一声寻宝 却没想到会有如今的下场 亡灵 都是因为你 若不是你跑到这该死的罗天星域 老夫怎么可能会被送满 若不是被送满 怎么会进入这可怕的星球 而亡灵对此则丝毫不知 将雷盗子炼成仙卫之后 就开始查看储物带 其内的仙卫数量 让亡灵倒戏口气 即便一个修真家族也无法相比 不由地按道建威之柱 一个雷仙殿使者 便有这么多仙卫 可见雷仙殿的强大 处理好一切后 亡灵身子一晃 消失在洞府内 先为傀儡紧跟其后 来到天空之后 亡灵大手向下一拍 将方圆万里的大地生生压平 随后盘膝坐在正中间 将之前从染云星 三个修真家族内获得的仙玉 取出放在四周 随后召唤出尊魂藩内 所有魂魄化作三大主魂 徘徊在天地之间 仙卫傀儡同样飘在半空 严密地观察四周 若有任何仕途接近之物 立刻灭杀 做完这些 亡灵双手掐绝闭上了双眼 庞大的仙气顿时弥漫 被不断吸收吞噬 随着体内仙力越来越多 其修为也在不断攀升 那么 修为大增的亡灵 接下来将会去往何处呢 点击关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